公司所为也立即通报环保局前来调查 一大片的垃圾全部堆放在路旁 造成许多苍蝇蚊虫滋生 到底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 将垃圾随意丢弃在大马路旁边 围在淡水的水源街二段 靠近淡江农场附近的道路 在19号被不明人士丢弃大量的垃圾 而里长在货报之后非常气愤 痛批丢垃圾的人太没有公德心 前天深夜 我们的里面和我的林长有卡定给我 说里长啊 我们里来哪有人淘汰本属 整本属好像山一样 那我们昨天就过来看 发觉说这个地方其实是这样 不知道哪个单位 本属等到整个 造成里来不但这个环境的 这个卫星的污染 里长表示在前几天有民众向他反映 在这个路段突然出现这些垃圾 而里长到现场发现这些垃圾里头 有些像是餐厅的废弃物 当中还夹杂部分的家用垃圾 里长怀疑市民间的清洁公司所为 也立即通报环保局前来调查 其实这个位置就临近虎头山步道 旁还有供给农田灌溉用的水增 担心垃圾带来的影响会污染水质 因此淡水清洁队除了将这些垃圾移除之外 也向警方调阅监视器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人士 要揪出丢废弃物的凶手 记者是端英带水采访报道